好 現在基態的缺失不只是住戶 還有很多的投資大眾 事實上上週五呢 他們一開盤就直接跌停 因此呢 你畢竟是上市公司 相關的資訊你得要公開透明 他們的總經理省影了40小時 今天到底下午會不會來出面 現在最近的消息呢 今天證交所說 如果今天六點之前 你還不有相關的說明的話 我們要重罰 因此今天傳出呢 今天他會在下午會提出 記者會會有三點的賠償方案